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我今天看到高達VS 有一段新聞 上網看攻略網 它有新手推薦10個最好的機體 這個網站說 自由高達 自由高達高機動性 射擊能力能...射擊性能優秀 有照射的機體 新手走位 射擊非常合適 擁有標誌性的特格轉身 就算有慣性落地 亦能用各種年紀接駁 但老實說這部 我覺得不是新手要上手就上手的一部高達 自由高達絕對不是 我自己覺得 因為自由高達的轉身 它其實比其他400機 少了一個射擊的武器 高機動性絕對是高機動性 那一刻轉身 還有倒地炮也有兩發 還會回復 插槍也可以倒地 普通的雷射槍其實都夠用 但你說是否最合適新手 我寧願選擇高達就會好 高達即是元祖高達 F91 同樣說 第二部F91 同樣有高機動性 還有良好的射擊技能 比起Videm更容易使用 如果你說比起Videm更容易使用的話 我想應該少了那一刻轉身 對 轉身那一刻其實就... 轉身那一刻是不太容易使用的 新手來說是需要一段時間適應的 沒錯 副武器可以拉位有變化 副武器拉位有變化 我不是太清楚 這件事 關叫招式 得射 開啟後可以切斷有道 但必須要留意此時中招傷害會1.5倍 這招就是當大家玩F91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爆金光 金光本身是自己的武器 如果你開了金光之後 它會掉落 而且如果你在這一刻中招的話 它就會受到1.5倍的傷害 但也會同時解掉那個系統 對 切斷有道的系統就真的掉落了 但新手是不是真的很適合用呢 我又覺得不是 有更多的機會比F91好 如果你說新手的話 400機我總是推薦高達比較多 為什麼我會經常說高達呢 因為首先它的火箭炮可以倒地 射完三發火箭炮之後 然後就會放下火箭炮 那本身的雷射槍也很足夠用 如果你說不是 只有兩下雷射槍和火箭炮 為什麼你說夠用呢 當然它還可以飛叉 飛叉是無限用的 但飛叉我覺得如果用飛叉的話 沒有儲存比較好 儲存的時間還要太久 不如直接飛出去吧 還有其實它的流星錘的範圍 範圍也非常廣 所以也是不錯的 如果你說著意它的自由和F91身上 不如玩一下高達吧 我自己覺得 剛剛看到這兩部400機 300機就是高達MK2 Gone All Gone 擁有上彈 可以切換通常彈 擴散彈的火箭炮 與導彈裝模的機體 可以限時切換成Super Gundam 射擊力再加強有移動照射 也可以變成MA新手 多方便學習適合 如果你說這部高達MK2來說 我自己覺得是不錯的 我覺得是不差的 如果你說新手玩這一部 我覺得是認真不差的 首先它變成Super Gundam的時候 好像那些槍是會倒地的 就算不是倒地的威力 也是非同小可 在300機來說 也有大水喉 水喉就是大家俗稱的地圖炮 一撞過去 敵方就會不斷硬中 如果射中的話 動不住 就會直接射到 扣到最高傷害倒地 對啦 300機來說非常好 機動力也不差 我自己用Mk2的時候 槍也很夠用 又可以變成Super Gundam 加強那個... Laser的威力 會越來越 如果你說...還可以變成MA 對啦 其實有時候變成MA 可以令大家浮空的時間 即使用BOOST用得少 而走得遠一點的 對啦 如果大家適用的話 如果想做MA高手 也可以試試用這部 Super Gundam開始練習 我覺得是不錯的 高達Mk2這部 如果大家真的想練習 這類型的機器 就可以試試吧 到了紅勇士 他說 相當容易上手 而且格鬥判定強的機體 射格平均有高機動 就算被格機埋身 也有一定的反擊能力 相對地洪湧的子彈比較少 限制的時間可以用來插槍補教 有齊射格的插槍 即是草招 新手可以練練指法的哭法 嘩...這個那麼... 這個就... 如果你說這樣的話 這個家用遊戲來說 即是家用遊戲來說 PS4 如果大家真的沒想過用大掣來玩 如果你說差的話 即是草槍或是草格 其實是會有一點難度的 因為你可能要設定好 那個手掣的排位 當然如果你說我用街機制 那絕對沒問題 用街機制基本上 差槍差格也不困難 對啦 但是如果你說用手掣來玩呢 那就要注意了 那紅蓉這部來說 我自己就真的沒玩過 對啦 上一代到現在 我都沒什麼... 欸...玩過的 但是沒什麼真真正正的去補這部 對啦 但是如果跟它對打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相當不錯的 那個格鬥 對啦 好啦...到風呂高達X2改了 那這部的確是不錯的 我覺得內久力和其他的Coskey是接近的 但是ABC披風 什麼東西?ABC披風 那個... 即是防Laser披風 自己就是... 可以擋著什麼什麼機體 X2有優秀的射擊武器 八發主射多子彈 草槍和草庫母 也有高有道性能 高有道性能 大家可以稱為追蹤性強 對啦 有道性高 亦有照射系的裝置 欸... 那這是什麼? 留意如果對方雙巴巴等純實彈機 記得... 除了披風才開展? 這麼有趣? 其實我覺得除不除都沒什麼所謂 這件事我不太清楚 披風穿上身 不知道是不是實彈打得多一點 我真的不太清楚 雖然它弄了一條間線 如果你說這部機來說 我覺得是OK的 對啦 如果你說剛剛開始玩 玩這部X2改 因為它的披風真的可以擋到Laser 我想是兩三槍左右 一場高達對戰裡 如果可以擋到兩三槍來說 是非常好的 因為有時候你砍人的時候 你總是不知道為什麼後面會有人射你 如果你真的擋到兩三槍 基本上全套格就算有人在偷襲你 你也可以擋到兩三下 全套格就輸出了 它的槍來說 以及武器來說 我覺得都非常夠用 旁邊來說也是不錯的 對啦 OK 這部也是我覺得不錯的推薦機 X2的骷髏高達9-1 如果是新手可以試試 又或者是坐天使的一型 射擊專門機雖然主射擊彈比較少 但擁有豐富又或者其他射擊填補 複射和突射用完的時候 可以用特格來納刻補充 以及增加提升效能 如果有草射擊或後格時 頭劍子彈無論如何都射不完 對啦 這部機來說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雖然它說子彈非常多 好像是倒地炮也有的 那為什麼大家玩高達的時候 覺得倒地炮射得不太多 它就掉到地上了 那為什麼倒地炮會有用呢 老實說高達呢 我相信玩一打一的時候 倒地炮只能幫你儲武器的時間增加一點 但是二打二的時候 當你倒地了一部的時候 你不是可以幫到你的隊友 所以倒地炮其實也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武器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真的剛剛開始玩的時候 對啦 那這部阻填天使我自己用過的 那你說射不完的300機來說 那的確可以這麼說 對啦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只有它呢 其實突擊高達也不錯 老實說 它可以變成三個武裝 即是重兼型 對啦 重炮型 是不是重炮型 炮擊型 又或者是本身的突擊組裝 那你說坐天使這部 當然變裝的時候需要時間適應 那是比較麻煩的 那如果你說真的比較想起來的話呢 那我覺得坐天使高達一型OK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玩射擊機 對啦 不太喜歡格的時候 那當然要注意別人飛過來的時候 你就拉一下別人 這樣就可以不斷地一邊射一邊走啦 那這些是... 就是說如果你說玩純槍機的 就要這樣... 去... 彌補你的格鬥不足那個... 格鬥機動不足的問題 那還有最後200機的推介啦 沙...沒有沙力啊 無力沙... 對啦 200機打下擁有300機的實戰機體 至於射呢... 可以進行三連射 還可以手動上彈 已經相當屈肌 而且這個機雄錄夠長啦 夠遠啦 如虎添翼 其次呢 副射擊頭劍呢 還可以接到格鬥派的發身 突進豐富年技威力高 還有照射的射擊系統 照射的射擊系統 即是地圖炮 整條東西射過去的水喉啦 這部機器我用過 但是我自己就不太想的 不太上手 可能只用一兩次就已經不太想用啦 始終我還是喜歡300機多一點 200機來說 新手是不是真的那麼適合用呢 要練啦 要時間去浸 因為始終... 各項都比300機差一點 機動性啊 又或者是什麼 如果你對到500機的話 你完全不用想跟它相隔 難隔一點 大家實力差不多的時候 對啦 好了 這部機器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對啦 沙圍機啦 這部機器我用過 的確是不差的 擁有機動性 擁有高機動性的200格斯機 射擊能力優秀 特點就是不論輔射和輔射 輔射和輔格 又或者是輔格 都可以有大大小小環移動的習慣 令到機體薄火的時候 迴避更上一層樓 咦 這方面我自己不太想說 但是200機來說 它的武器是足夠的 因為我玩高達的時候 看它的武器足夠 又或者它的EX技極不厲害 EX技好像是不斷轉來轉去 射人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你說武器夠不夠 200機來說 我覺得是夠的 對啦 都是一隻 嗯 如果真是新手要玩200機 可以考慮一下機體 還有就是這部 吉姆特裝型 主射是機關槍的機體 機槍機體 對新手來說 難用了一些 咦 好奇怪啦 我不知道為何 你新手推薦 但是對新手來說 難用一些 那就是想怎樣 不過都可以 迫你注意射擊的角度 哦 原來是新手練習 但是它跟我說新手推薦 好了 練習有移動 不停下來的射擊 這個 機體突射 就擁有超班的性能 會一路擋 一路向前突進 再連射 這是這部機的關鍵招式 其實我覺得這一下 其實因為大部份機都沒有的時候 如果你每次都靠這招的時候 就很容易玩壞手勢啦 對啦 你經常都覺得自己可以一路擋一路突進 對啦 有時候你玩一些突進機的時候 還是這樣覺得 那就糟糕啦 好了 刺熱真戰高達 這部絕對是一部瘋子的機 我自己來説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的伏牛粒子炮 其實是伏牛粒子槍 首先距離長 以及多角度 還要有粗有軟 不是 有粗又射得軟 最主要是射得粗 以及追蹤的非常高 即是它的背部背部的伏牛粒子槍 那些浮油粒子槍 這一下就是 我印象中是按著後 如果你不按著後 放浮油粒子炮出來 它就不會追人的 只是一開波就這樣射出來 又或者原無意外應該是按方向鍵的 但我印象中也是按後 那六隻東西飛出去 射得非常遠 以及非常追蹤 我自己覺得很難避 對啦 那你說500機來說 這部我覺得是真的不錯的 因為它的有道性非常強 後面背部的六隻東西 以及它的槍也是非常足夠 對啦 武器非常足夠 也是非常不錯 這些加上我想做得新手的 可能剛剛真的接觸這遊戲 應該都是很喜歡這個 這個創戰者系列 可以去留意一下 對啦 還有就是一部 不知道是什麼 這部系列我沒看過 但我自己用過 就覺得 認真不太好 但是它就說是新手練習 追擊的好機體 擁有兩發 打落按 力天使追擊槍 彈速和照準值高 可以逼自己看中對手落地空擊進行追擊 此外 環複射擊 性能威力非常優秀 針對水平移動 很有用 為機體回彈相當慢 外貌協會選擇 其實他寫的東西 我覺得是跟他說的東西 是真的反過來的 首先他說 外貌協會的選擇 機體回彈相當慢 你又推薦人用的呢 為甚麼 好了 我覺得新手最好是選擇回彈非常快的 還有樣子比較差的機體來使用 說笑而已 回彈快 我覺得一定要 因為當你剛剛接觸這遊戲 我寧願你射多幾槍比不斷捉人 當然 如果你在不夠武器的機體情況下 你當然捉人落地是比較好 不然你亂按射 很難中 有時候真的到了危急的關頭 你未必再有彈 對啦 所以這些就要注意 中括來說 我覺得這裡 新手用的機體 我想一半啦 就不是說真的十部 如果我自己覺得新手 哪些機體適合新手用來說 我覺得首先是薩蒂莉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薩蒂莉 為甚麼呢 薩蒂莉 它浮粒子炮 基本上你用了三套 基本上每次都用三套 三套飛出去 回彈的時間 好像五秒 大概 五至六秒 其實又可以用的啦 這一下其實相當優勢啦 你在很遠的地方 也可以放浮粒子炮 進行磨別人的血啦 它的武器 亦有一條大水喉啦 大水喉 Reload 時間都不會太久 普通的射擊 普通的射擊 laser 不錯啦 如果背對著人用射擊的時候 普通射擊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一個倒地炮的 所以別人追擊你的時候 你也可以背向射擊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遊戲背向射擊扣BOOST是會多一點的 所以薩蒂莉來說 薩蒂莉這個缺點已經不算在他身上了 也是非常多的武器 所以我自己極力推薦薩蒂莉啦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用的 還有薩蒂莉是軟程機啦 我們講講格鬥機 用哪一套比較好 三個高達改 也是非常不錯的格鬥機來的 300機 為什麼呢 首先它的格鬥是非常之好啦 機動性相當之不差啦 還有60杯的機關槍 軟的時候 你可以磨一下人血緊的時候 你可以進行全開心格鬥啦 草格的時候 它還有一個脫落的狀態 但只有兩三秒 大家可以注意啦 新手相當之好用的 薩蒂莉高達改 還有一部 我覺得400機是相當不錯的元祖高達 元祖高達 剛才一開始已經說過了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元祖高達 無論是 首先它是高達的始祖這件事就沒有關係啦 但是你說真的它的鏈 如果你說它的流星鎚玩得好 其實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可能人家飛過來的時候 你早一點起手 你的流星鎚的時間是可以放下它的 還有它的武器相當夠用啦 火箭炮又可以倒地啦 最後就是它的EX技啦 EX技即是機體開了爆Seed 以前我們叫做爆Seed的 即是爆氣啦 你是有紅爆的 或者是橙色的爆氣 以及藍色的爆氣 根本來說 我玩元祖會用紅色的爆氣 即是橙色 爆完之後會加攻的嘛 元祖高達最好的就是EX技 挑人上去 一槍射 是挑人上天 接著一槍射 射死他 這下大概 如果你打同樣的機器 都是扣到一半血 又或者是一半血以上 我印象重點 都超過一半的啦 這下非常之好 因為它起手快 而且扣得多啦 而且EX技時間也不是很長 大概是3秒 很多機器 其實不知為何EX技是扣到你傻的 即是你就算中了 都要5-6秒的時間才可以整一套EX技開完的 其實相當之劣勢的 因為你打那麼久的時候 如果敵方好有過來救機 就會更加容易救啦 而這部元祖就不會發生這個問題啦 就不會那麼容易啦 不會不會 又不會不發生的 對啦 不會那麼容易啦 始終時間短一點啦 對啦 今天其實就差不多啦 你說真真正正可以 新手真的可以練到的 其實都... 當然看你自己究竟玩的方向性啦 始終高達這遊戲就是一隻... 即使跟你說 你知道也未必會實用出來的 對啦 因為高達其實始終打得太快啦 對啦 跟你說完 可能你有個概念 但都一定要練一下才能練得出那樣東西出來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勁勁一點的話呢 那我就覺得 當你找到一部熟悉的機器 對啦 玩多一點點 當你熟練了它的所有技能啦 那些... 不... 所有的武器啦 對啦 那就很容易再上手 又或者學到另外的東西 因為... 如果你連機器的武器都不熟悉的時候 有時候放錯了 其實已經是相當之... 浪費了一些時間啦 始終玩高達 你浪費了 中多一槍就... 就更加容易撕這東西 就一定啦 是不是 對啦 高達今天就先說到這裡啦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新手的朋友了解到哪一部 究竟是... 啊 真是容易用一點呢 又或者是... 即使練下去也不錯的機體啦 對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又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哈哈 多謝大家觀看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呢